彰化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 原本预计在明天要公布其中调查结果 没有想到突然无预警的在昨天晚上喊咖 而最近因为彰化县卫生局针对入境隔离者精准筛检 引发了中央地方不同调的争议 那么现在万人验抗体的报告公布也临时喊咖 时机点非常的敏感 也引发了外界揣测 而其中主导计划的台大工卫学院 前政府院长詹长成还有陈秀熙两个人 这两天是完全神隐 而新任院长郑手下就坦言了 内部对于普世爱意见的确是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说这个学术研究应该要先投稿到专业期刊 接受同宅审查 等到刊登之后 再正式地跟社会大众来说明比较严谨 不过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就呼吁了 除非有明确不能够对外公布的理由 否则应该要尽快公布 呼吁就是说能够公开就公开吧 彰化万人血清抗体检测 原本25号公布调查结果突然决定喊他 由于原因众说纷纭 指挥官陈时中也呼吁台大公卫学院 要出面说清楚 指挥中心期盼尽快解除外界疑惑 但主导计划的台大公卫学院 前政府院长张强权和陈秀熙 两人持续审议联络不上是否有隐藏内幕 新任院长这手下坦言虽不清楚计划内容 但的确内部有起见 抗体检测结果公布前夕 彰化线卫生局先是爆发精准筛减风波 指挥中心大动作要求阵风处介入调查 一两串争议导致压力接踵而来 暂缓公布其实是好事情 把资料放到专家委员会来看 大家来交换意见 我想是目前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届大佬透露 这次抗体检测的阳性率不到千分之一 代表台湾社会是非安全 就连指挥官陈时中也预估阳性率会偏低 眼看其中报告日将近 种种原因无预警停办说明会 留给外界很多向下空间 这次陈子的黄契约六位特别报道